连续七天的春节假期为了因应外地求学工作返乡游子 还有外来的游客人车潮 限级局玉里分局2月10号到2月16号为期七天 也针对辖区内一拥塞路段编排交通定点疏导缸 配合机动巡逻勿勤务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作为 民众要特别注意是说小年夜和过年期间 细机车管制进入要维护采购人潮车潮 春节假期就在明天了 为了因应大量的车潮以及人潮 玉里分局从2月10号8点到2月16号12点为期七天 针对荣誉拥塞路段编排交通定点疏导 配合机动巡逻行物 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 另外玉里分局提醒小年夜以及过年期间 汽车禁止进入到菜市场 以维护采购人潮以及车潮 路口部分我们会摆设交通锥 让我们的市场区域变成一个徒步区 让民众可以安心的购物 也维护我们的交通安全 另外布里这边今年特别在竹田村一名庙前路口 东里村福安街五叉路口设置三个触控按钮 竹田村圆河三路口 新兴村学校圆路口 东里村庆光路口号制灯 年节期间改为闪光黄灯 希望车辆通行顺畅 村民进出顺利平安 那分别在东里村的福安街以及竹田村的一名庙路口 这两处在民众要转出干道的时候 请触控号制按下 那相信就可以很快的可以通过这个路口 但据上表示 为了书解年节期间台九县南北向大量车潮启动应变措施 到时候造成乡亲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不便 敬请原谅 在此也呼吁路人行经路段时应该要放慢行车速度 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